首先講本地個案 第一宗是11700 是57歲的文職女士 住在荃灣麗城花園第二期四座 第二位個案是11702 是一個用回港義返港人士 她是46歲女士 住在荃灣青山公路的新青大廈 她是4月6日經深圳灣由東莞返港 她之前在東莞住了一年 10703是男士42歲 住在大圍美田村的美亭樓 她是一個建築地盤工人 建築地盤是在聯福道30號 這個地盤人士需要接受強制檢測 以及都叫做去停工 第四位本地個案是11704 女士29歲 她是印籍的外容 4月18日她的樣本是去強制檢測 她在前復期沒有離開香港 但其實她是3月20日在印尼 到港 她在3月20至4月9日之間 都住在尖沙咀華美達酒店 她已經回家 她和僱主一起住在尤塘村莢麗樓 另外一個個案是暫時未分類 她是11701 她是56歲的女士 住在荃灣芙蓉街芙蓉大廈劏房的單位 她在接受家居隔離 在4月6日 由福建經高鐵 在深圳灣抵港 有機會是一個輸入性個案 但也有機會是本地個案 我想更新一下 之前在華美達酒店的調查 之前我們提到第11643 一位帶有M501Y病毒株 在社區感染的個案 我們是社區找到的個案 那位男士 基因分析她是一個南非的病毒株 我們也在同樓 都發現有其他兩位 和她重疊住的時間 有兩位確診個案 那兩位確診個案 我們現在都知道 都是一個南非的病毒株 其實在整個酒店裡 都有十位八位其他個案 當做環境視察的時候 就研究過所有的途徑 因為他們這些個案 都沒有機會是有接觸的 但是唯一有機會 引起交叉感染的機會 就是在派送飯的時候 他們那個酒店 就有一條S型的掛鉤 在門的手柄裡 方便掛一個膠袋 裡面有個飯盒 就給那些酒店的住客吃飯 而那些住客吃完之後 又會掛那個飯盒 放在那裡 我們感染控制的同事都見過之後 就覺得那個勾 其實是有個可以引起交叉感染的機會 而且是比較難清洗的 在公共衛生法院服務處 就把剛才我說的兩位個案 加上11643做了一個全基因的排序 發現那三個個案 其實那個個案的基因排序 是高度相似的 其實就是在酒店交叉感染的機會 換言之 11643在酒店那裡 惹到那個病的機會 就不可以排除 可以說那個機會是比較大一點